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近日前紅軍球員梅菲談到了車路士進攻的問題 他認為車路士的打法導致皮爾·奧巴美洋無法施展技術 如果是在曼城這位家逢球星會入球魚馬 車路士本賽季應超前17輪過後緊攻入20球 這是球隊自1996年以來的最差進攻表現 為了改善進攻,南軍槓槓窮馬體會 租借了葡萄牙前鋒祖奧菲力斯 梅菲在Totsport的節目中說到 人家說車路士需要一名9號球員,需要一名得分手 皮爾·奧巴美洋整個職業生涯都是一名得分手 他在英超都取得過成功,如果你給他足夠的支持 踢出比車路士更進步的足球,他就會取得入球 我對此沒有絲毫的懷疑 梅菲接著說,我唯一看不到的是皮爾·奧巴美洋的訓練情況 他的態度一正存在疑問,所以我接受車路士對他的使用 但我唯一能說的就是以最近幾次我看到的比賽來說 他一直在排位,但就是拿不到球 梅菲最後也說到,車路士主場與曼城的那場比賽 皮爾·奧巴美洋都回撤了很多次,但始終都是拿不到球 如果給他去曼城,他可以取得很多入球 因為他們擁有那些會朝前看,然後把球向前傳的球員 多謝收聽,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,拜拜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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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,拜拜!